我不知道這樣子的玩具 對一般小朋友來講可能很平常 戴助聽器那個時候都知道 對比較大的聲音會有反應 對一些就是比較高頻的器音 像漆或絲這種比較高頻的器音 它沒有什麼反應 那戴了電子耳之後 它對高頻的聲音反應就比較靈敏 再來就是它也會對人講話的聲音 會更專注的去聽 覺得跟助聽器的差別還是怎樣 目標呢 不再是聽到 也不是講清楚 講流利呢 才是我們基本的要求 最後呢 我們希望他們腦部的發育呢 跟我們平常小朋友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也希望他們能夠裝爽 把這個人的並且給我 一張聲音 是一個很容易的 跟著一聲音 發育的聲音